纪元春雪中提到五位帝王 他们各有各的工业 各有各的不足 相比之下 宋祖比其他四人差一些 秦皇 汉武 成吉思汗这三位的工业 无不建立在百姓的苦难之上 伴随着他们的征伐 人口数急剧下降 而唐宗与他们几位不同 李世民也不断征伐 开疆拓土 但在他统治的23年间 国家人口从唐高祖武德年间的200余万户 增加到唐高宗鲁徽三年的380万户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为何后世历代都称颂贞观之至 为何说李世民改了史书 他是怎么死的 武德九年八月初九日 李世民登上帝位 派培记在南郊烧柴祭田 大赦天下 武德年间因直言被责法流放的人 都被放了回来 文武官员五品以上无绝者 四绝一级 六品以下家训一转 天下免赴税摇曳一年 18日 放宫女三千人回家 新帝登基 世恩天下 外族的关注点却截然不同 东突厥杰力 突历两克汗 德西唐朝权力更迭 且唐军分散驻守各地 长安驻军并不多 就谋划 要迅速夺取长安 使中原群龙无首 在各个激活 李世民登基后的第十天 突厥十余万大军 亲荆州 四日 亲武功 长安戒严 24日 突厥清高礼 86日 玉池靖德 与突厥军在京阳大战 小胜突厥 斩首千 但此战无法改变局势 突厥大部队 兵临卫水 28日 突厥使者 直师私利 苦喝不成 被李世民扣下 随即 李世民设一兵 几率高市连 黄玄陵等六计 致魏水边 隔魏水与杰利对话 指责杰利被约 部落联盟制的突厥 高层并不齐心 杰利独自在魏水溪 其余各部落球长 纷纷到水东 拜见李世民 此前 身边将领请战 要趁机袭击杰利 李世民不打算增加仇恨 没有这么做 同时 这在众球长看来是信仪之举 不久 大量唐军出现在李世民身后 震慑效果极佳 两日后 李世民与杰利 在长安城西郊的 魏水边桥上 签署了和平协议 双方斩杀 白马力盟 使称魏水之盟 9月 杰利献马三千 杨万口 李世民不收 要杰利将所掠的中原人都放回 不绝虽退 但始终是大患 李世民立刻着手扩充军力 甚至在显德殿前亲自练兵 伺机要灭东突厥 三个多月后的正月17日 与李建成交好的燕郡王李毅 据荆州版 不久被不愿从叛的部下 阳极击败 逃入突厥时 被从者所杀 李世民在国内的财与反对势力 基本被扫平 在开箱拓土的间隙 内政治理是重中之重 李世民登基前后 就开始励志 律法 文教等多方面 同时进行改革 贞观年号出自《易传》 细词传下第一章 天地之道 贞观者也 一己以正道是人 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 秦王府就招揽了许多人才 不问出身 为财是君 有房谋杜断的房玄陵 杜儒惠等谋臣 还有李静 李济 御持静德等名将 李世民一登基 就进行了一系列人师任免 他大风功臣的同时 蒋成分明 以功勋和能力为标准 提拔文武官员 无论他们是否出自秦王府 出身如何 更不计前嫌 用了魏征等东宫 其王府旧臣 同时 李世民以功臣戴士咒 宗室中没有功劳的郡王 都降为献功 贞观元年 李世民还杀了有罪的梁州都督 常乐俊王李又梁 李世民派房玄陵清查容园 派李静等巡查全国 考察励志 并亲自选派各地主官 将他们的功果 记录在宫内屏风上 作为升降奖程的依据 又命武品 以上金官 轮值中书省 以便随时捶寻民间疾苦 和施政得势 由此 励志有了改善 行政效率对以提高 百姓负担得以减轻 在重用人才的同时 李世民从贱如流 他与魏征等人 君臣相得 历经图治 流传下许多故事 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 贞观年间 进贱的官员三十多 仅魏征一人的贱言 就有二百余事 数十万字 皆切忠十弊 这些是贞观之质 出现的重要条件 同时也是其重要表现形式 贞观元年 李世民命房玄陵等 以开皇律为蓝本 武德律为基础 重新修订刑律 历时十年 于贞观十一年 修成了一部体制严谨 内容完整的封建法典 即贞观律 相比古时严酷的刑罚 死刑减去大半 并有一些刑罚 由众变轻 为天下所称道 影响深远 贞观四年 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 只有二十九人 贞观六年 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 岁末 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 白年秋天再回来就死 贞观七年九月 二百九十名囚犯全部回还 无一逃亡 贞观年间 海燕和清 一贯重视文化教育的李世民 在登基前就设有文学馆 据天下英才 号称有十八学士 登基后 他改文学馆为鸿蒙馆 巨经 识 词 及四部群书 二十余万卷 设立简教馆藏的官员 善写 整理 教刊图书 藏于内裤 贞观元年 李世民改李渊所设国子学为国子鉴 号称三间之首 下设六学 集国子学 太学 四门学 绿学 书学 算学 学生名额总数超两千 次年 李世民确立了中央 州 县三级官学制 州学 县学的学生 成绩优良者 可由地方官保送考试 并为了广大人才 压低了报考门槛 学业有成者 无论身份 外国人也可以为官 发展了成字随朝的科举制 李世在贞观二年 李世民开始尊孔 统一如学众流派 他庭以州公为先生 实力孔子庙堂于国学 以宣复为先生 严子为先师 大征天下如是 以为学官 贞观年间 孔庙盛行 李世民还召集 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 共同完成周易 尚书 毛诗 礼记 左传等 五经定本 转修五经正义 统一南北经学 此后研制宋代 明经科举取士 事体与经义 皆以此为准 他还下令修成贞观心理 以理为治 又以理治律 行理相扶 实理成为一种政治准则 李世民又至国使馆 由宰相兼修前朝国史 开关修历史的风际 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在贞观年间修成 即北齐书 周书 梁书 陈书 随书 晋书 南史 北史 而贞观政谣和地范 成了其后历代 封建统治者 必读书籍 对后世影响深远 政治制度上 李世民 成随制 延续了三省六部制 特设正式堂 以立合一问证 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 设一台三院 起监察之能 地方上 延习了随代的 郡县两级制 分全国为十个监区 此外 行府兵制 御兵渔农 军填制 租拥调制等 皆有所发展 还有了户籍记账制度 这些措施 提高了行政效率 扩大了统治基础 经济上 李世民 不收盐税 茶税等商税 还废除武德时期的关禁 不禁私人酿酒 欲改易营商者 听任自由 并保护思路安全 这些举措 极大的刺激了商品流通 商业经济发展很快 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 一半以上在中国 不仅是海运发达的 郊州 广州 明州 福州外 内陆的洪州 扬州 益州 和西北的沙州 梁州 经济都很繁荣 而首都长安和裴都洛阳 都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 唐朝迅速做到了国强民赋 李世民有许多惠民之举 更说过水能载州 亦能富州的名言 征冠年间 一月非官方教化独占 可为百姓共享 全国范围内设置衣冠 治疗民籍 李世民荒年积极震灾 并整顿治水机构 公布涉水部廊中和原外廊 经施涉都水间 掌经施河渠 书郡与灌溉事宜 征冠年间 大型水利工程达27个 粮食因此封产 人口数大幅提高 征冠年间是唐朝人口增速最快的时期 百姓的安居乐业还得益于一个重要因素 即控制对外战争的频率及力度 李世民充分吸取随大业年间的教训 爱惜民力 兵在京而不再多 唐军以少胜多的战力 在贞冠年间是常态 对于有必要的战争 李世民也不连续进行 给百姓流出修养生息的时间 对于一个新兴的王朝 消除外患 开疆拓土是必须的 渭水之盟后 东突厥退兵 但其内部矛盾开始爆发 贞冠元年 依附于突厥的薛颜陀 回合 拔野古等不接盼 杰利派突历讨伐 但败寄 突历被杰利居十余 突历自此有了疑心 中年冬 李世民不肯趁 东突厥进血栽进兵 要等其无礼 唐师出有名时再进攻 四年下 杰利向突历征兵 突历不给 被杰利讨拔 突历向曾经的盟兄弟李世民求救 得到唐军接引 贞冠三年 薛颜陀在漠北逐渐强大 东突厥更加衰落 杰利开始向唐朝称臣 请上公主 却又支持梁师都反唐 李世民出师有名了 他派兵部尚书李静挂帅 截至李继 柴绍 李道宗 魏孝杰和薛万彻 十余万人奔六路攻打杰利 十二月 突历等帅所不投堂 贞冠四年正月 李静帅萧齐三千 夜席定香 杰利牵牙杖与弃口 李静派人离间 杰利亲信康苏密 以随宵皇后和杨帝孙杨正道 祥唐 李继大破突厥军于白道 杰利逃亡铁山 二月 李静与李继会试白道 选惊奇一万追袭 临近牙杖七里 杰利才发掘 逃到唐旨的沙波罗部落 其中溃散 唐军至沙波罗营地 不获杰利 东突厥韩国灭亡 执师司吏阿史纳斯摩等成了唐将 唐朝拓地自殷山北至大漠 北方全体部落尊重李世民回天克汗 贞观八年 慕容鲜卑地分支土玉魂寇边 李世民 太李静 侯军吉 李道宗 李大亮 契比和利等分路讨拔 四年四五月间 唐军在库山 曼都山 牛心堆 乌海 赤水源 西海 连拜土玉魂军 俘虏其名王二十余人 或其王慕容拂云 土玉魂分为东西两目 其长子慕容顺光祥 被李世民奉为西平巨王 东部土玉魂归附唐朝 依附于土玉魂的党项首领 拓拔赤慈 也率众归附唐朝 西部土玉魂居善善 后来降与吐伯 贞观十二年八月 曾向唐九曲公主而不得的松赞干部 在击败党相 白蓝枪后 以迎曲公主为名 土玉屯兵二十余万于松州西境 不久就开始攻击 李世民派侯军级率领直师司力 牛进达 刘简三总管 督布其五万迎击 九月 牛进达为先锋 拜土玉军于松州城下 斩首千余级 松赞干部退兵 前世谢罪 同时再次请婚 李世民答应 三年后 文成公主入藏 对西藏地区的发展 做出很大贡献 又三年 松赞干部消灭了肃敌杨童 统一了青藏高原 他在位时期 唐与吐伯保持和睦 贞观十三年 因归附的东突厥贵族叹乱 李世民将他们迁到印象 封李斯摩为克汗 重建东突厥韩国管理他们 五年后 因管理不力 李世民撤销了新建立的东突厥韩国 但允许各部落北回故地 稍向南也不予追究 同样在贞观十三年 崇尚佛法 隆重接待过玄奘的高昌王屈文泰 依附西突厥 并自是与唐朝之间路途遥远 不在乎李世民的警告 四年 李世民派侯军级 宣万彻等率兵把高昌 屈文泰被吓死 其此屈制胜行为 高昌军完全不是唐军对手 而西突厥克汗文封顿千里 西突厥囤住高昌的叶户已成响 屈制胜无奈投降 侯军级继续奔兵拿下三郡 五线二十二城灭高昌 李世民在高昌首府郊河城至安西都故 之后 唐将孤孝克破烟旗 多次击败西突厥 又有唐将阿史纳舍尔与孤孝克合作过丘辞 唐朝兵威使得西域各国接到长安朝贡 东突厥被灭后崛起的薛延陀汗国 因李斯摩重建东突厥之事与唐交武 争冠十五年 薛延陀珍珠克汗听说 李世民打算泰山封善 以为唐防务空虚 究极铜锣 蒲鲁 蒲骨 回河 墨河等二十万军队南下 李斯摩战败 李世民派吉路唐军迎战 李济所部唐军骑兵的战马大多被射倒 李济让数千骑兵下马 直常说击溃薛延陀军 薛万彻率数千唐军骑兵夺薛延陀军的马匹 再次大火薛延陀 鼓敌五万鱼 薛延陀自重尽尸 逃回的人中十之八九被冻死 李世民因此说 以我徒兵一千 可及无计数万 四年后 薛延陀新军拔卓即位 他趁李世民征辽东 攻堂下周 被唐将直师私利打败 拔卓逃走 为回合所杀 四年 在五路唐军攻击下 拔卓的唐兄多国之相唐头祥 薛延陀灭亡 北方全体部落禁舰 向李世民宣誓效忠 贞观十八年 遥东高沟黎 墨离之冤盖苏文 大举进攻新罗 顾李唐的调停 四年二月 李世民率十万唐军 亲征高沟黎 唐军屡次以少胜多 李济等连下盖谋 悲杀 遥东等城 斩首高沟黎军少则几千 多则万余 高沟黎 墨赫别军十五万就安市 为唐家薛人贵所击溃 被斩首二万人 于这三万多人投降 唐军缴获马五万匹 牛五万头 铁甲万领 及大量兵器 高沟黎举国大害 后黄城 银城守军 都弃首顿去 数百里无人言 唐军攻占玄兔 横山等石城 喜 辽 盖 延三州七万人入中原 天寒凉尽 李世民班师回朝 贞观二十年 李世民在墨北涉安北都故府 在墨南涉产于都故府 唐朝掌控了南志罗湖州 北阔玄阙州 西极安西州 东陵戈乌州的辽阔江湖 贞观二十二年 王玄策作为唐使 初始定督 中天竹大臣巴罗纳顺篡位 劫持唐使 王玄策之身逃到吐波 进来吐波军和尼泊尔军 成就一人灭一国的美名 李世民在位期间 武功全胜 将唐帝国发展为 当时东亚地区最强盛的国家 贞观之士 四方福岳 周边诸祖尊 称李世民为天克汗 并驻朝天克汗道 向唐氏进贡 唐朝的国际地位极高 国家大志 不如盛世 李世民被后世尊为明君的典范 但人无完人 除玄武门之变外 他还有极典为人所诟病 李世民在贞观十三明 向知己居住的储岁梁多次提出 要看己居住 因这条记载 李世民背上了改史书之名 实际上 没有证据断定他改了史书 而他具体改了哪些内容更是全凭猜测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魏征去世 李世民说出了那句著名的 以同为敬 可以正依观 以谷为敬 可以见星体 以人为敬 可以知得失 这话用在当时就十分准确 魏征的去世成了贞观之志的重要节点 他死后 能规劝李世民的建臣逐渐减少 所幸 此时还是唐朝的上升期 而少了规劝之人的李世民 也没有如其曾孙李隆基那样 统治前后期变化巨大 李世民统治后期 诸子的储位之争 给了他很大打击 随着身体状态的逐渐不好 他开始求长生 不用丹药 而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他的直接死因 很可能与王玄策破天竹石 带回的方式 那罗尔苏婆妹所炼丹药有关 贞观23年5月26日 李世民封于翠微公寒封殿 十年五十一岁 初世文皇帝 妙号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 文治武功皆足称党 对内 他勤政爱民 传统农业社会得到很大发展 百姓安居乐业 对外 他强军开拓 恢复外族 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巅 将民族自豪改贯注国人之身 贞观之士 天下智智 文武兼龙 被人真心颂养 我是卷书风云润天地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